大家好 我是成功 今天主题 国电南锐 中航圣飞 卖锐医疗 意味力能 称光文具 上级数控 本周总结集 下周展望 案例模型仅供学习 不构成投资建议 好 咱们直接 给出结果 3月14号周一 咱们给到了 四个品种是开空的 这四个品种呢 都出现了一个下跌 然后我们在 周三的时候是 3月16号 给到几个品种 包括ETF 咱们是看多的 基本也出现反弹 咱们以指数为例 看一下指数 获胜300 咱们要给大家解读一下 指数后期的行情 以及我们下周呢 要关注的一些案例模型 3月14号周一 两个大阴线下来了 那么周三的时候呢 我们提示机会 互生三外也出现一个反弹 对于后期呢 我们还是看多为主 3942点 我认为是阶段性大底的概率比较大 但是对于反弹呢 不会一处而就 我从技术面和基本面呢 跟大家去交流一下啊 我们先看一下这张图 这是我在3月11号 做的一张获胜300的解读 从量价失控到指标 指标就是KD钩的月线 形成一个 这是一个双底的形态啊 那么从历史规律我们去看啊 KD钩形成底部形态以后 我们看到了吗 都是大的一个底部啊 所以它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另外我们从空间去看啊 它回调在前期反弹的 0.618黄金分割位 大概4000点附近 这是空间到位了 而回调的周期 刚好是前一波上涨周期的 一半13个月 前一波上涨26个月 所以从量价失控 哎 它到位了啊 好 这是技术面 那么对于后期来说呢 我们基本面看多的逻辑是什么呢 首先一个 从我们内地的产业资本 现在是大比例的增持 另外一个香港上市的一些产业资本 同样也是大比例的增持 而产业资本的 大量的去增持和回购 是见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因为产业资本 大股东 它是最了解这家公司的 它愿意拿出真金白银 去回购 不光是给投资者信心 确实 它是看到了未来公司的潜力 认为低估了 它才会大比例的去回购 或者是买入 资本都是主力的 给投资者提供信心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它也是希望带来收益的 第二个我们看多的理由 就是在周三的时候 就是我们政策地监道了 周三的时候 洋行 拥保监会 证监会 等等 包括我们最高层 同时去发货 鼓励保险资金入市 打击恶意助控的机构 从基础制度进行改革 提前给到我们投资者市场一种预期 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了管理层的 对于我们资本市场 维稳的决心 所以在强有力的政策的推动下面 我们已经看到了 在周三的时候 中概股出现了报复性的反抗 在美股的三倍做空 中国指数 单日下跌了60%多 所以让这帮去做空的资金 直接让他们报偿 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的政策 是有实力也有能力 去让我们资本市场 有一个比较好的 稳定的一个发展 这点我是坚信的 但是它也会有一些分线点 不确定性 美元进入加息周期 美股反而是容易上涨的 而在美元加息的周期的后期 美股才会出现下跌 究竟原因主要是 美元进入加息周期 新兴市场国家的股票会下跌 因为资金都回流美国了 所以美股容易涨 等美国差不多加息 到了后期的时候 美股就开始跌了 因为它涨高了 而由于新兴市场 他们的股票出现了比较大的下跌 跌出价值来了 这些资金又流出去抄底 新兴市场的股票了 但是这次我们美股 能不能扛出这种下跌呢 我认为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已经跟美元 走出了独立的行情 美元升值我们也升值 美元加息我们宽松 宽松的货币政策 再加上我们积极的财政政策 那么对于我们股市来说 如果能走出一个 稳定上涨的行情 我们的经济呢 今年两回已经是给出了 要利保5.5% 所以经济又比较好 纠结一点有回菜呢 我们把节奏把握好就可以了 总体说来大的趋势呢 是政党盘上的 3942年 这个是叶团性大抵的概念 非常大 这是我从技术面和基本面 进行了一个 我个人的一个解读啊 仅供大家去参考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本周给到的一些案例模型啊 你看周一的时候呢 那我提示深险啊 基本就在压力位了嘛 那国地南瑞呢 从赛道我们去看呢 它是智能电话的龙头 赛道业绩都没有问题 而这两波达到年限附近的反弹 它都符合量价时空 再到咱们智能量头 黄金五点公众的起场标准 所以这个标准是非常重要的 那成功教育的目的 也是要把这个方法交给大家 因为我们从实战的过程中 其实看到了 我们去制定这个交易系统 克服掉人线的弱点 它成功力确实是比较高 而且到达这个压力位以后 这两个点 咱们都有提示大家去分析 因为我们有一个铁率 获利的不能变成亏钱 虽然只涨了两天 但是依然可以把利润放兜里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看懂了 所以结果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那后期的连续下跌 包括你看周三的时候 它反而是冲击到跌停的 那为啥打到跌停呢 其实它也没啥利空啊 出来年报 是年报不计预期吗 反正不管怎么样 它跌一定是有它跌的逻辑的 这就是资本市场 永远让我们想不到 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说 跌了再找理由 或者是涨了再找理由 跟随才是最终末的 那我们在周一 提示大家要把利润放兜里 这就可以了 你还怕它跌吗 所以还是要看懂市场 建立适合于自己的交易系统 这才是最关键的 那么对于后期来说 这个品种咱们依然是看好的 没有问题 但只是说 我们现在呢 还不到去关注它的时候 因为刚刚破位以后 上面的压力比较大 而且还比较近 它有更好的标的 可以去关注啊 我们一步一步看 中方审飞 咱们也是提示分线的 在周一的时候 那后期它也震荡了 一直形成这样一个震荡 因为咱们的关注点是在 3月9号嘛 这是一个火箭升空 就是从技术面我们看啊 先破位 哎 后有反升向上 形成底背里啊 这是一个底背里 这就是看多的 就是非常简单 包括前一波行情 其实咱们也有合到一些汤吧 我们可以回看之前的视频嘛 因为对于中方审飞来说呢 首先从技术面 州线级别它到位了嘛 它是在半年线附近嘛 之前一波上涨是 六十州的生命线嘛 这是打到半年线附近 并且它也出现了 直经流入嘛 那每一次它出现 直经流入啊 你看这一次 对吧 我们往前看 它都有反弹 那这次空间也到位了 我们能不做吗 那肯定是要做的嘛 因为我们懂得 村公的概率 已经是符合我们的标准了嘛 我们不怕错 错了之所以就可以了嘛 但是我们知道 坚守援走才是最重要的嘛 所以啊 它呢 又是我们军工的一个概念啊 航空高端装备 军用无人机 和歼机机的龙头嘛 赛道没有问题 军工照明也是看好的 军工这个行业 整个行业 它进入上层出气了 所以你周线调到位 那符合标准 做没有问题吧 逻辑上 都是可以解读通的啊 详细的基本面 大家可以看回看啊 因为周末总结呢 讲的品种会比较多一点 我们会简单梳理一下 展望一下未来啊 关键是要教会大家去 制定这个交易系统的 一些核心的标准 和注意事项 咱们所有安理模型 仅供学习啊 不够是投资建议 我们在看 分通光电啊 你看 分通光电 咱们在周一的时候 提示风险 对吧 连一个大跌下来以后 你看周三 它就起来了 而它本身是 形成震荡的品种了 所以你看 它弹起来了以后呢 又出现了一个回落 所以还会震荡一下 但是从赛道说 肯定是没有问题了 国内海底光缆的龙头 而且它有信息安全的概念 它还有东数西算的概念 我们前段时间 不是网络也受到了攻击吗 对于光缆来说 它就是信息安全 是非常强的 它传说的是数据 要求的就是说 信息要特别的安全 而对于电缆呢 它传播的就是 我们普通的电 或者是我们普通的一些电话 而是对于这个光缆 未来发展的前景 我们还是看好的 就是有专家预测 就是我们可以 可能未来 通过这个光缆 去捕捉像闪电 产生的这种能量 去捕捉下来 通过光缆 去传输下来 我们收集下来以后 去利用 那这个 对于我们能源问题来说 那绝对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如果真能做到了 对吧 我们肯定 这肯定是清洁能源了 那我们将来 就是肯定是能源输出大股了 那我们人民币 绑定我们的新能源 那自然人民币就走向国际了 人民币走向国际 那我们军事肯定也没得说了 肯定的跟我们的经济是配套的了 所以对于光缆这块 我还是看好的 但是这个节奏要把握好 一定是要低息高炮 长起来啊 不能去追 但是跌下来 一旦止跌了以后 空间到位了 可以去低息 我们再看麦瑞医疗 那麦瑞医疗呢 我在周一呢 这个基本面解读 是比较详细一点的 大家可以回看一下 而且他已经有两次回购 一次回购是股权吉利 第二次的回购呢 是直接就注销掉了 那绝对是表述了 对投资者的这种信心 对吧 提升还是非常强烈的嘛 所以呢 在周一的时候呢 确实他跌了 你看周三他起来了 当然还是 其他不要去追 但是跌下来呢 感觉低息 从赛道看呢 肯定是没有问题了 声明信息 体外诊断等医疗设备的龙头 公司有新冠抗体检测试剂 目前已经拿到了 CE的境外多国的注册证啊 主要是在海外销售的 对于这种新冠抗体的检测 到时候如果我们国内放开啊 就不光是核酸检测了 我们还有辅助的 通过这个新冠抗体去检测 那么对于麦瑞医疗 肯定就是周那的利好啊 我们再看看他一下周线嘛 所以我认为周线 如果他能打一下年线啊 在年线附近 大概是250附近吧 再回踩一次 挖一个坑 我想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关注点 所以这个位置起来不要追 打低下来以后 一旦在这个60分钟 或者是分室里面 出现探低气温 空间也到位了 去关注还是可以的 详细的基本面解读 看回放哈 这是咱们周一给到的几个品种 看跌 都跌了 跌了之后起来了 好我们再看一下 周三给到的几个品种 周三就是看多了 你看 大月16号嘛 周三 它是一个倍量的启动面 对于一比里呢 咱们是看好的 没问题 首先呢 从周线级别 咱们给到的模型啊 都是属于空间到位 就是符合周线级别 量价时空 到咱们智能量头 光景五点公正起掌标准的 这是技术面 而且从它的基本面 业绩稳健增长 赛道也都是符合政策 顶利支持和经济刚性需求的 那技术面和基本面 形成一种公正的起掌标准 所以我们的胜算肯定会提高了 好 我们再回到日线 那在长周期空间到位的情况下 日线它也到位 而且它出现了低位的放量 所以在周三呢 你看政策利好的刺激下面 对吧 直接一个不一样阳线的欺诈 所以我把方法教给大家 目的就是让大家去建立起这种交易系统 然后在符合标准的情况下面 那么我们在早盘 其实开盘九点半附近 那就是一个关注点了 不需要就是说我们 到涨起来以后再去追 因为从这个虚拟量 在九点半开盘 我们是能看到它起掌标准的 虚拟量会放得非常的大 那之后的反弹 对吧 那我们的利润肯定是最大的了 所以你看今天虽然是数量的 但是总体来说 走的还是比较强的 而且我们也给大家去制定了 这个交易模型 咱们这波反弹目标 上方的年限100附近 好我们再看一下称光文句 那称光文句呢 咱们从它的这个长周期 同样是看 周线到位了 也是符合周线级别的 黄金物店公正的欺诈标准了 所以咱们在日线上 对吧 周三找盘去关注 那后期一个缩量的修整没有问题 大阳线以后的缩量修整 这叫虚拟待发嘛 所以技术面是没有问题 但这波反弹 咱们给到的目标位 你看之前它反弹 就是在60日的生命线 就容易处形下跌 但这次在周线级别到位以后 它突破60日生命线的概率 就比较大了 可以看到半年限 一步一步去看 因为毕竟日线是下跌趋势嘛 但是你超跌了 关利率大了以后 甚至不排除形成反转 所以我们建立标准 克服人性的弱点 严格执行这个纪律 你成功率已经是很高了 70%以上了 你错了大不了小亏嘛 你就敢递时间去关注了 但是如果你没有交易系统 你就会恐惧 你是迷茫的 你什么都看不懂 你哪敢做呀 只有连续上涨 收了阳线了 你才敢做了 但我们看到的都是表象 你一追进去 可能又要跌了 你想想这个 你一追又跌了 很多朋友右侧交易 什么地方算是右侧呢 连续上涨 你一追就是高点 你每一次买都是接拍侠 所以做拐点是最难的 但是也是最好的一种策略 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到 所以成功呢 就是要把这种拐点交易的战法 去交给大家 而且是免费的啊 学习成功的方法 去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交易系统 好我们看一下它的赛道啊 国内综合类的温聚企业 称光是咱们国内温聚的第一品牌 而且它的业绩也非常非常的稳健 所以咱们从技术面到位 再加上它基本面 也是有成长性 符合咱们的标准 我们再作为一个案例模型 给大家去分析 其实让大家呢 一我们一定要选核心赛道 并且是这个赛道的龙头 然后我们再去做 选择大于努力嘛 然后再从技术面 我们如何去做 再交给大家 黄金污点公正的气场标准 我想 大家只要是有信心啊 跟着成功不断的去学习 一定是可以建立起 自己的交易系统的 并且最终实现自己 比较理想的收获啊 好我们再看上级输控啊 咱们还是看一下周线 你看也是一样嘛 周线到位方亮 这从高点跌下来 息斩价了 这个空间不小 70%附近了 所以有资金进来了 那咱们关注呢 其实在TV就开始有关注啊 这波起来以后 高位咱们其实是 已经做了两次波段了 但是在现在呢 它其实形成这样一个节奏了 咱们之前都是有这个 案例模型的截图的啊 可以回看以前的截图 打滴下来以后 你看这最下面的这条线 是30日的多空线啊 最上面的这条线 其实是半年线和年线 形成了一个冲合 这就是压力 所以它就在这个空间内 形成一个震荡 震荡完了再上 从价格我们去看 你看一上涨就放亮 一回调它就缩亮 这是典型的稀丑的模型啊 所以震荡完了以后 把180平台突破了 就会向缺口发起攻击 赛道我们看一下 精密机双 通用机双 硅片硅料 工业硅 一体化布局的龙头 国内首家为开发太阳能硅片 配套的专用数控磨创企业 它90%还是单金硅 有10%的业务呢 就是这种数控磨创 就相当于工业母机嘛 所以赛道肯定是没有问题 业绩也非常漂亮 估值也是不高啊 它是远远低于历史估值的嘛 所以后期我们还是看好的啊 这种品种虽然日线是下跌趋势 但是周线到位的情况下面 我们日线的这个反转底 就容易找到了 好我们再看半造体 那半造体我们在周三啊 这个关注了以后 周四又是一个跳功 但是冲锋了有一些回落 那这种情况就是周三的 周四冲锋回落 那你剪一下 回答再见嘛 你拿一半的长尾 你去做这个小波段 那一半的持有到达你的目标 咱们的对半造体第一目标呢 是它的中位数 大概在一块二附近 第二个目标呢 就是它的趋势线的上轨 一块三附近 一步一步去看 那这样我们一半呢 这种波段 一半呢可以持有持有 会更灵活 因为它本身来说呢 不会一蹴而就的上 它会有一些这个震荡 其实上涨下跌 都不是说我就一只涨 跌我就一只跌 不会这样的 它是会是这样一个 波段式的上涨嘛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你一半 哎 就做高波低吸 既锻炼了技术 又规避了风险嘛 这样会更灵活一点 但是最终到位了以后 要全部止营料 那如果不止营料以后呢 那有时候会给我们 全跌回来的 而且会跌到我们 最后在低位卖掉 你就像 现在呢 像中概股 有些品种 跌下来百分之七十 八十 有的甚至百分之九十 还有个别一些 对吧 极端的跌了百分之九十九 你受得了吗 所以我们要在价值和这个波段之间呢 找到一个平衡点 就是那一半或者是三分之二的做波段 一半到三分之一 哎 做个中长线 但是最终到位了以后 哎 我们收获满意了 后期 可能形成 长周期的下跌了 要还是要全部走掉 好 我们看 香港人权ETF啊 那你看 在周三 对吧 我们分析了以后 它这是一个转世晶K嘛 就是一个震荡 在一个破位 但是这个震荡 破位以后 直接又反爆了 这叫转世晶K 它是看着的模型 你看今天也非常的强啊 所以我们看懂这些K线语言 在看懂逻辑以后 把握机会呢 并不是那么难 最难的是我们战胜不了自己 我们看不懂这个市场 所以一定要相信自己 去学习 建立自己的一个标准 所以对香港征券ETF 那这波反弹 我们可以看到千滴 千奇地点啊 在这个大概一块附近嘛 但是长起来是不适合追的 它还会有一些反复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周线嘛 你看周线 它在千奇地点附近 对吧 出现这样一个起涨 那没有问题了 周线到位 那同样 日线里面 那回彩继续捕它的地点就可以了嘛 之前它在震荡平台的时候啊 你看 因为之前它是多头排列线上的 那我们在趋势线下跪附近 基本就是年线附近 有时候破一下 你看每次出现这种 咱们制定亮头的旗扰模型以后 那我们都会去做吗 那我们设想一下 如果每一次我简单的按这个规律去做 而每一次在高位 我都能走掉 获利的我们不会变成亏钱 我们会坚守我们的原则嘛 获利的不能变成亏钱 我们不可能走到最高点 也不可能买到最低点 次低点 净次高点出 那也可以了 但是这些利润积累起来 就是我们把这些小的 大大小小的一些利润积累起来 就是不小的一个利润 你看虽然后期又破心低了 你看千奇的这些利润 注意让我们翻倍啊 所以大家明白 赚钱的核心了吗 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一直持有不动 大家发现了吗 是亏钱的 所以做价值投资 它是有条件的 也是有讲究的 并不适合所有的品种 也不适合所有的股票 也不适合所有的人 是有条件的 这一点一定要明白 所以之前的这些底 咱们都有关注到了 那现在的这个底周三 咱们也有关注到了 那也就是说 咱们智能量投的这种方法 它就是符合逻辑的 如果逻辑对了 我们的结果自然就是 我们想要的嘛 那如果您现在的结果 不是您想要的 那一定是您的方法错了 不要怪这个市场 总结自己的经验方法 让自己成长 最终 对吧 我们就会获得 我们想要的结果 这是咱们内地的 证券ETF 大家看到了吗 香港的 它就是强了 而且是T加零的 都没有硬黄税 但我们内地的 它就是偏弱点 香港证券ETF 用咱们A股的账户 也可以去做 没有问题 所以我把好的方法 好的标的给到大家 自己去选就行了 所有的案例模型 都是给到大家一种逻辑 咱们内地的证券ETF 也是看反弹的 大阳线以后的 所有叙事 它也是看上的一种模型 好我们再看一下 伊朗ETF 伊朗ETF 这是咱们内地的 从昌州期呢 咱们看周线嘛 对吧 也是年线附近 出现的指跌起场 它也到位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香港的 诶 恨生 伊朗ETF 这是它的周线 那我们再看它 日线嘛 你看 它反弹力度就是强 周三 涨停 周四 涨停 你看今天又冲高 为什么呀 它超跌了 这个整个板块 超跌下来以后 它这个可不是腰载啊 它比腰载要多 我们测量一下嘛 大家看到 百分之七十附近了 比咱们 A股都要跌得多 既然跌得多 人家估值比咱们 还要低 而且大家看到 这个管理率嘛 它距离年线的管理率 已经是很大了 所以它有回归的要求嘛 之前我们看到 它每次达到 三十日的多空线 就下来了 所以这一次 它会突破 三十日的多空线 最少应该是六十日的 是明显 也不排除 它就形成一个翻转底 这是对于亨生医疗ETF 咱们也是比较准确的在低位呢 进行了关注 而且给到了大家一个目标位 这算是咱们制定的一个交易计划 仅供学习 也不够成投资建议 如果认为 如果认为咱们这种交易计划呢 是符合逻辑的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互动起来 也可以长按三秒 来个强烈的点赞 当然有自己不同意见的 也可以给成功去留言 这是咱们在周三的时候 给到了大家一个 波谷启动的案例模型的分析 通过这些模型 主要是解读一种 波谷起涨的这种标准 这个3月22号 我也梳理了一些品种 准备下周关注的 所以关注成功呢 那成功呢 会把一些好的赛道的一些龙头 分享给大家 教会大家选股的能力 并且呢 把这种基础面起涨的标准 也会去交给大家 共同时免费的 关注成功 投资有方向